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Renfer 习近平尽管向毛泽东不断倒退 中国的毛左们却并不买上 而且以前的热烈拥护要变成现在的抛弃了 毛左们对习近平的一度寄予厚望 始于习近平上台之初 即抛出了两个相互不能否定 而对习近平的再度失望 则是因为他习近平不但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而且在纪念毛泽东的公开讲话中 一再指出毛泽东的文革错误 据海外著名政论作家高新的毛左为底层发声 公然先动造反一文件上 毛左们如今已经拥戴出了一个新领袖 他就是打着为底层发声的旗号 公然煽动造反的著名作家刘济明 去年6月 刘济明完成了他的红篇巨著《黑与白的预约签名》之后 发了再次你们一文 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弱势群体 从根子上我与你们血肉相连 你们的痛苦与快乐 屈辱与抗争 权力和尊严都与我息息相关 反之我的一切也与你们有关 不少毛左怀念毛泽东 认为毛时代没有贪腐 高兴认为 刘济明为继承和发扬自陈胜无光以来 就在中国大地上生生不息的造反基因 而寻找的新的革命主体 与高高在上 掌握着无限权力和财富的少数上层精英集团相对立的 在改开过程中沦为弱势群体 被全面剥夺的广大的社会底层 所以说毛左门首要的革命对象就是邓小平和他的改革开放路线 把邓小平说成是毛左门心中最大的敌人 一点也不过分 至于毛左门对习近平的态度 则分为从期待甚至一度寄予厚望到再度失望两个过程 11年前刚执掌大卫的习近平抛出了损危两个不能否定 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毛左门的反应简直就是万众欢呼 甚至用事实已经证明 习近平同志是毛主席的合格接班人这样的语言来热情称颂 2011年3月 习近平曾以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身份到湖南调研 首战就是韶山 向毛同向献花 说红军到陕北时没有毛主席 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 哪里会有今天的我 我们一家对毛主席充满感激 而就是为了彰显中南海的红孩子出身的习近平 果然不负毛左门的众望 为伟大领袖120周年的民社活动 比20年前和10年前的江泽民 胡锦涛分别主持的毛泽东100年110年的纪念更加隆重 为了彰显他习近平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更是加倍怀念毛泽东 习近平还特别要把人大会堂结会之前的党政军全体政要 余冠进入毛的纪念堂 至此 毛左门对习近平的拥戴达到了顶峰 但是好景不长 很快就又对习近平开始失望 习近平在2018年10月高调举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活动 并在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肯定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有之路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也是决定实现两隔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让毛左们挨了一闷棍并彻底失望 习近平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讲话发表的两个月后 毛左网站之一《红色思想网》于2018年12月17日发表 写在特色党 道国集团追悼改开教立教40年大会之日一文 作者署名为《无套酷汉》 该文除了标题用词已经是极端对立外 内容中还点出习近平的名字破口大骂 说习近平修正主义一如他的祖师爷邓小平修正主义那样 口头一套实际一套 上个月的毛单130周年 习近平照例是先进毛再做纪念讲话 但是这份讲话中的一句不能否认 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 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 终于令毛泽东对他习近平失望至极 因为毛泽东强烈感觉习近平的这番表述 已经让毛泽东彻底换灭 所以他们愤而弹出了自己的新领袖 著名作家刘济明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中国经济近期陷入大困境 广州已经出现巨大衰退浪潮 有网友指出 广州1800家工厂全均负面 显现中国经济之恶劣 X账号悉尼闲人1月9日发文表示 随着中国经济衰弱 最先被冲击到的就是工厂制造业 大工厂都经营困难 小工厂自然只能选择关闭 且随着工厂原物料成本持续上升 关闭的小工厂数量也越来越多 例如广州有1800家工厂 因经营不善而关闭 倒闭的工厂选择跑路 大量工人没有收到应得的薪水 这种现象在中国不断增加 在经济不稳定的背景下 工厂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而倒闭 工厂倒闭代表大量的岗位流失 越来越多人没有工作 目前中国的实体店同样陷入危机 面临难以继续经营的局面 例如上海最后一家家乐福即将关闭 仅剩一位收银员 餐饮店老板看着店内空无一人的景象叹息 市场也没有买菜的人群 仅剩站在摊位旁的老板 受到冲击的还有货运行业 许多货车司机因为还不起月供失去车子 他们的货车被金融公司拖到停车场 停车场内满满都是货车 显现货运行业的凄凉 有货车司机抱怨说 以前的货运行业是货车司机忙着在各地送货 现在的货运行业是货车司机 只能收到寥寥无几的货源 且货数与平台还会压价 让货车司机的收入减低 该货车司机感叹 现在要在带运行业生存艰难 据俄官媒俄罗斯卫星社8日报道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日前宣布 考虑到鸿海地区的局势紧张 该公司旗下的商船 也是得向小兄弟团伙的海盗认怂 将暂时停止停靠以色列港口 报道还指出 考虑到中共同胡塞武装的支持者伊朗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远公司船只在穿越曼德海峡时 遭到胡塞武装袭击的可能性非常低 但怕胡塞突然翻脸 该公司仍做出了这一决定 而这也是自当前的鸿海航运安全危机爆发以来 又一个宣布停航以色列的中国航运公司 当地时间7日 胡塞武装首脑穆海默德胡塞在声明中承诺 每一艘希望经过鸿海的船只可以事先发出声明 表示自己并未停靠以色列港口 与以色列也没有任何关系 而胡塞武装将不会袭击这些船只 不会有任何的妨碍 他们也不再需要绕航好汪桥航线而增加运输成本 但他同时也警告称 如果这些船只故意谎报身份 在承诺与以色列无关后又停靠以色列港口 那么他将被列入黑米丹 下一次他通过鸿海时将被胡塞武装扣押 尽管中共支持胡塞武装 但如今中国的船只却也成了受害者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8日迎来40岁生日 但他并未宣布在国内举行任何公开庆祝活动 并且在新年之际誓言要扩大其核武库 自2011年底掌权以来 统治朝鲜的金家第三代金正恩 被认为以建立与前任类似的绝对领导地位 但与已故父亲金正日和祖父金日成不同 他的生日尚未被正式庆祝过 金正日和金日成的生日则是朝鲜最盛大的两个节日 庆祝活动包括大张旗鼓的宣传和表中心运动 有时还有大规模的阅兵室 8日朝鲜国家通讯社发表一篇长文 赞扬金正恩过去十年对重大建设项目的指导 报道还称金正恩前一天与女儿参观一家养鸡场 但没有提到她的生日 一些观察家推测 金正恩可能认为她还相对太年轻 或者需要更大的成就才能举办如此高调的生日庆祝活动 其他人则表示 不公开庆祝生日可能与她担心 引起人们对自己已故的日本出生母亲的关注有关 生日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神话的核心 自1948年朝鲜政权建立以来 金日成和金正日就以神一般的定位统治朝鲜 金日成的生日为4月15日 金正日的生日为2月16日 父子两人的生日庆祝活动通常会包括向他们的巨型雕像 致敬 舞会 烟火和艺术表演 在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生日当天 朝鲜军队会举行盛大阅兵式 士兵们在阅兵式走着正步 可打击美国和韩国的强大武器也会隆隆使过 也有观点认为 金正恩可能担心会给他的母亲高荣基带来不必要的关注 高荣基是一位日本出生的舞蹈演员 是他父亲的第三任或第四任妻子 高荣基与日本的联系 以及他不是金正日的第一任妻子这一事实 被认为对金氏王朝统治不利 因为日本过去曾经执名过朝鲜半岛 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朴元坤表示 她的母亲来自日本 这是她最大的弱点 削弱她白头山血统的合法性 她指的是以朝鲜最神圣的山峰为名的金氏家族血统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读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